又到了大家非常喜歡的單元 上半年度的最愛分享 那雖然這個影片就是遲到了許久 好不好 請大家體諒一下 但是呢我跟你們說這次要分享的東西呢 包羅萬象 不只是美妝和保養 也有就是其他的品項 那如果是我曾經介紹過的東西 或是合作過的東西 那我就會快速的講過 然後把時間留給我沒有介紹過的東西 然後東西蠻多的 所以我就趕快開始 來 第一個要跟你們分享的東西 就是一個獵奇的東西 這不是一個斧頭 這是一台脫毛儀啦 然後你看它長得很美 我很喜歡 好 除了長得很美以外 它真的蠻好用的 我先跟你們講一下 我以前有買過不好用的脫毛儀是怎樣 我曾經有買過一隻脫毛儀 它是就是也是很多人推薦 然後我跟你講它的探頭就是小到只有這樣 請問這種一公分的探頭 我要怎麼打全身 欸這個打臉就算了 打全身是要打到何年何月 它的發光的時間會等很久 買了那一台我大概只用了兩次吧 而且這台不便宜 跟這台差不多錢喔 我真的覺得 反正你們如果在找脫毛儀的話 我現在很推薦你這一台 JOBS的 那這台脫毛儀的話 它其實不只是脫毛 它還有一個嫩膚模式 關於這台脫毛儀的話 我先簡單講一下 你看它的外觀 長得很美 先OK 然後再來我有發現它的這個 使用上面的時候很方便 第一個 探頭很大 這個才叫做正常的探頭 可以打身體的寬度 它這個頭是可以旋轉的 就是左右旋轉 因為呢它這麼大隻 然後你說 這樣子直的打腋下就很K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它翻過來 變橫的 然後開始打腋下 或者是因為它也可以打像是私密處 或者是臉上 所以就是這個頭轉的部分 其實是真的還蠻方便使用的 六個模式可以給大家選擇 那它這六個模式呢 分別有就是打手臂 打腋下 私密處 大小腿 臉部 以及嫩膚模式 共六個 那它分這個模式的話 我個人覺得也蠻好的一點 對我來說是 我不需要特別研究這個東西 應該要怎麼使用 我就可以直接用了 你懂嗎 因為其實像這種東西呢 為什麼要去醫美診所給醫生做 因為他們有一個專業知識說 喔這裡的皮膚 它的厚度大概怎樣 然後你要打什麼樣子的毛 應該要躲 用多強的力度才可以 然後打到多深會比較適合什麼的 就是然後那種我就是 我沒有要懂這些東西啊 我現在只想要一個方便 所以它這樣子分模式的話 第一個就是安全性 第二個就是無腦使用 很棒 然後像這個的話呢 它還有這個 一個不同的濾鏡 那其實像這樣子的濾鏡 也是分部位的 就是它有分我剛才說的 那六個模式的部位 還有嫩膚這樣子 打腋下 你就把腋下的濾鏡 滴上去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施打了這樣子 那它這一台的話 其實是有分檔次 它的檔次總共有分六檔 那我是直接拿第六檔 直接開打 然後我在打的時候呢 沒有什麼很明顯的痛感 只有那種被打的感覺 可是這個打就是 就是這種打而已 就是沒有很痛 然後也不會像橡皮筋彈那麼可怕 所以就是這樣 然後外加熱熱的 但是因為呢 它這一台還有一個冰鎮模式 是可以操控的 就是開啟冰鎮模式的 邊冰鎮然後邊打這樣子 就也不會說 喔燙到喔 不會到這種程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也算是蠻貼心的設計 然後使用方式的話也相當的簡單 就是呢 你先幫你的毛這裡這樣子 刮過去 不要用拔的 要刮過去 再拿起這個防光眼鏡 不要拿你自己的墨鏡 你要拿這個 它附的防光眼鏡 因為它這個真的是 黑到我都看不太清楚 然後你再開始打脫毛衣 因為呢 它的光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亮 然後是亮到會刺眼的那一種 所以呢 就是請大家一定要注意這個 防光眼鏡是必帶的 不要偷懶 然後也不要想說拿你的墨鏡來充當防光眼鏡 而且我還要特別講一點 就是如果你在施打的當下 周圍是有人或是動物的話 請他們先迴避一下 因為它的光真的很亮 會閃到別人 讓別人的眼睛不舒服 所以這邊就跟你們說了齁 然後我要特別講一點就是 我剛才不是有說 喔檔次開越大 出光越慢這個問題嗎 這一台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開六檔 然後我要連續打都可以 然後它除了就是按按鈕打以外呢 也可以調整一個就是 連續出光的一個模式 就是長按這個出光鍵 它就會變成連續出光 然後它出光的方式也非常簡單 它是碰到皮膚 它才會出光喔 所以如果你今天 欸貼著皮膚 然後突然有一個凹槽 我就這樣 貼不到了 就是這個面板 它貼不到你的皮膚 它就不會出光喔 很智慧的設計 然後用這一台的話呢 我自己平均在除毛的時間呢 就只需要15到20分鐘左右 我就可以除我的小腿 手肘 腋下 因為我本身長毛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就是我今天刮 我第三天 喔就會長毛了 很快那個黑頭就出來了 所以呢我會想要用這個的原因 就是我希望延緩長毛的時間 然後我用了它之後 它確實是有 欸讓我的冒黑頭的時間呢 越來越拉長 一開始使用的時候 我是連續 兩天用一次 兩天用一次 這樣子去打 然後用了三回 然後就有發現 欸我的長毛速度有變慢 然後再來呢我就是 變成一個禮拜 再用了兩次 然後延續用兩個月之後 我只能說 它維持真的速度非常好 就可以讓我一個禮拜以上 那個毛都 就不會長出來 以上這些呢都是我個人的感想啦 畢竟這個是 根據我的體質 然後出來的一些成果 那至於呢 你們使用了之後 會有什麼樣子的程度 和效果的話呢 還是要根據你自己體質為主 那如果你有用過這台的人呢 你也可以歡迎在下面 跟大家分享你的使用感受 大家就這樣囉 好來再跟你們分享保養的部分 然後第一支 HR的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讓我驚豔 比我的日期中好用很多很多 我用了真的是好長一段陣子 細紋的部分真的改善 蠻明顯的 然後我自己就嚇到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知道結果的話 你就去我的那個IG上看 我跟你講真的是讓我嚇到 所以呢 我覺得這支很推 它雖然很貴 會倒吹口氣的那種 但是有用 有用 好下面一個呢 是這個 沒分享過的 禮膚飽水的水洋酸精華 然後你看我只用了這樣一點點 原因是我只有在 我有痘痘粉刺的時候才會擦它 改善你的能力 超級好的 晚上擦 隔天痘痘就消了很多 然後粉刺就給它平掉 就是我連續每一天晚上使用 我都沒有脫皮的情況出現 而且不管擦身體還是擦臉都很有感 這個我推 好再來一個也算是保養的 勉強算保養的東西 這兩瓶呢 補色潤髮乳 像這一罐的話呢 它雖然是紫色 但其實呢它用上去是偏藍的 然後它可以讓頭髮真的是偏藍的效果 然後因為我在染這顆頭髮之前呢 我長期的頭髮是偏冷色調的 然後我喜歡那種灰灰的效果 所以我又再買了這個同系列的灰色 那它這一罐呢 就真的是純灰色喔 沒有帶什麼紅啊 橘啊等等的一些雜色 如果很合在一起 用出來的頭髮呢 就會真的非常的藍灰 是藍灰喔 不是紫灰喔 也不是紫紅灰喔 就是藍灰 再來要跟你們分享到的就是彩妝的部分了 那我真的是精挑細選 挑出了那些讓我哇嗚的一些產品 戴科的妝前 我跟你說它真的非常好用 我跟你講它用完之後皮膚會淡淡的反光 超級美 它不是那種很明顯的珠光喔 它是那種水水嫩嫩的反光效果 再上底妝也可以讓底妝的服貼性非常好 透亮的反光效果呢 讓底妝整個有一種水水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妝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觸感的話就是上完之後 像我現在這邊都是乾爽的狀態喔 是不會那種油油膩膩的感覺 然後再來還有另外一個妝前 是植春袖這個系列的妝前 我都非常喜歡 我覺得每一支我都很推 因為它也是走一個可以幫皮膚做到一點點光遮瑕的效果 而且它推開的時候呢 是有點類似水乳液的感覺 但是它乾掉之後呢 又可以讓皮膚的表面是一個比較清爽的狀態 不會有那種厚重的感覺 所以它之後上妝呢 妝也會極度服貼 那它的妝效其實就跟這個代科的 有一點異曲同工之妙 都是上完之後帶有一些水嫩水嫩的光澤感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它反出了一個淡淡的粉色光 這個我跟你說這個很好用 怎麼會妝感這麼漂亮 它是帶給皮膚一種斷面光 非常平滑的一個妝感 就讓你的臉有一個很均勻 而且極度平面的反光 重點是它的遮瑕度極高 你看我這邊有一顆痣 它是不是把它遮到了七七八八的程度 然後在外加它有一點點反光的效果 反光的時候呢 就更看不出這顆痣 它在這個暗沉的顏色了 它真的沒有那麼控油啦 你可以去選擇它另外一款皮膚氣墊 那個就是屬於控油款的 MAKE OUT FOREVER這支真的推薦給懶人去買 它也不算是純霧面喔 因為它擦了之後 你看這邊 它還是有一個光澤 斷面光 但是再暗一點點 整個貼在皮膚上之後呢 是完全沒有粉感的 然後就是很服貼 但是顏色又整個被遮蓋掉 然後你也看不出紋理 也看不出毛孔和細紋 因為它都是幫你遮掉 然後整個貼在你的皮膚上 很漂亮 然後再加上它的顏色極多 多到不行 這個 這個 因為我都有合作 所以你們可以再去資訊欄 我會把那個連結放在資訊欄 你們再去看他們的合作影片 我跟你說 你這很美 1028的遮瑕盤 那這個遮瑕盤裡面呢 總共有五個顏色 偏黃 這個是偏粉 應該看得出來吧 反正這兩個都是可以遮黑眼圈 你們就可以自己去調整一下 然後這個的話 它就是遮泛紅的嘛 給你們看它的顏色出來就是像這樣子 淺色 然後 綠色 膚色 有沒有看到這個妝感有多貼 它不會有那種粉的顆粒感 推開之後呢就是會透透的 你看它這個顏色是透透的 就是它沒有把你的皮膚的紋理遮蓋掉 它就是保留你的皮膚紋理 而且還會帶有一個很自然的一個光感 假如這個草綠色你用起來沒有那麼適合 有點太草綠了 你就是去混 旁邊的像是這個橘色 你就把它混在一起 它就會變成橄欖綠 就會更適合去拿來遮就是泛紅 會更自然這樣子 能不推嗎 而且又便宜啊 CARA的修容 顯色度是很高的 就是你就沾上去就會很明顯的看到 哦 修容來了這種 就現在是沒暈開的狀態嘛 可是我把它暈開 它就融在我的皮膚裡了 它就融進去了 不覺得很棒嗎 也不會有色塊 然後也很容易暈染 然後顏色又很自然 與我的皮膚做融合 也不會有粉感 搭配的蜜粉 搭配蜜粉的話呢 我個人是喜歡光感透亮蜜粉 其實搭配的蜜粉 它兩款都設計得非常之好 就是我跟你說 它的粉質極度細膩 然後在妝感上面呈現了一個 極高級的妝效 有沒有 有一個光澤感 整個臉都有一個光澤感 這個就是搭配的它的蜜粉塑造出來的妝效 它裡面是有一點點的小亮粉 以及珠光 然後它的珠光呢 也是像你現在看到這種銀白色的珠光 鄭重我心 因為像這種銀白色的珠光 才可以就是 是像原生肌膚的反光 所以它就是做到了一個 真的是可以保留原生肌的那種效果 很自然的妝感 如果你是毛孔粗大極度嚴重 或是細紋極度嚴重的人 你去選那個霧面款的 然後這兩款蜜粉的話 它主打的就是 妝感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如果你是想要主打 超控油超齒妝的話 可能就不會達到你預期的效果了 小卡老師這個打亮我覺得它設計的一點非常好 就是它一次給我們擁有了兩種亮度 金屬光 斷面光 喔 這個妝感有多麼的美麗 兩邊都是走一個膚色調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什麼樣子的膚色 都可以去使用 而且它反出來的光澤都是這種 有沒有 銀白色的自然反光效果 微微的金屬光感 它也不是像歐美的那種金屬光 然後搭配一個這種很自然很自然的斷面光 所以就變成它使用的彈性度就很大啦 它不只是可以全臉掃 讓你有一個很自然的這樣子銀白色的光感 然後同時也可以就是在局部做一個加強 它拿來畫眼影就會很美 因為我自己的眼影呢 我是喜歡有一個透亮透亮的一個光澤感 我就會拿這個金屬光的這一邊去畫我的眼影 這支是它的蜜粉刷 它既大然後又鬆 然後再來它取粉的面積呢 是很大的 所以在取粉的時候呢 就會變成我就是可以用這一整面來取粉 然後用拍打的方式 然後我要手要這樣拿 還是我要這樣拿 都可以 然後另外它這邊是做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的話呢 它要拿來按壓眼部的這些小細節 鼻翼都非常好用 Visa的眼線鼻 那我喜歡的原因是它的顏色做得非常好 你看 你看 這個顯色都有多讚 那我喜歡這兩個顏色 這一個是紅棕色 這個是灰棕色 這兩個顏色呢 就是畫我的眼線的時候呢 可以讓我眼睛有深 但是又不會太銳利 所以我很推薦這兩個顏色給大家 液態眉筆 我這邊就是拿我比較常用的三個顏色 就是像這樣 反正像這個顏色呢 就是我可以用淺色拿來畫毛流 然後再用這種深灰色拿來畫 根根分明的那個毛流的陰影感 喔然後我還會拿這個來畫眼線 因為像我今天的眼線 就是用灰色的畫 有沒有看到 很自然對不對 而且它也不太會暈喔 所以我拿來畫眼線 我一整天的話 眼線都會在 就是這一罐 D.B.K 我是沒唸書嗎 B.D.K 這個味道呢 它是一個非常濃郁的木質調 撲面而來的味道 第一個就是 檀木味極重 檀木一出現的時候 很容易讓人有年齡感 它裡面還有Rodocal 是一個清甜味在裡面 所以它還是有一個紳士感 然後是一個 會穿羊毛西裝外套的男士 但是咧它慢慢慢慢就會走到 有一點點就是 土耳其玫瑰 就是它還是會帶有 一點點的花香味在裡面 它這個玫瑰味是比較穩重 然後比較 低調的一個玫瑰香 所以它沒有很 然後再來最後呢 它就會跳到一個 澀香 龍鹽香米 以及肉豆蔻的味道 它後面這個 肉豆蔻的味道呢 就是會這樣衝出來一下 感覺鼻子 突然有一個清新感 然後呢 也會讓整體的這個香味 變得稍微更活潑一點 Right now它就是有一個 紅茶香加肉豆蔻的香味 然後我就是被這個 紅茶香灑到 就怎麼會這麼的清新 那這兩條呢 它是超薄的 它這個品質真的是好 這一條呢 它是長珍珠項鍊 然後它的珍珠呢 是用各個不同的 就是這種尺寸 它有紅豆大小的 然後有那種 芝麻大小的 然後它是做長款的嘛 所以咧它可以繞兩圈 就是兩層項鍊這樣戴 然後你也可以說說 兩層分開戴 讓一長一短的戴 我之前還有一個搭法式 就這樣子兩條 然後纏繞 然後放一個金色的戒指在這裡 就變成一個吊墜 個性 然後與優雅衝突的一個搭法 然後另外一條也是同一家的 小米粒的珍珠 然後它下面呢 有一個大珍珠 外加一個金屬的小吊牌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好搭 也是疊搭萬用款 它是像這樣子 就是一個鎖骨的長度 這樣疊上去 是不是覺得有一點小巧思 然後又不會覺得脖子很雜亂 它搭一些鏈條款的一些金屬項鍊 也非常好看 可以看到它的那個光澤是七彩光 然後我跟你說 珍珠要怎麼看好壞 就是你現在把手擋住那個光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它的反光 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完全沒有一種霧霧的感覺 這就是好的珍珠才會這樣 Gill Sander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我在穿搭的影片裡面常常出現 然後我會特別拿出來介紹的原因是 因為這個包包真的是不分年齡層 然後不分什麼風格都可以配的 它就是一個很經典很經典的一個腋下包 就素色然後又是一種斷面 我就很簡單很簡約又沒有什麼logo 所以飛到60歲都可以的 輕馬桶的噴霧 就是在momo上面買東西 然後湊數購買的 所以睡覺前就噴 整個把馬桶布滿這個泡泡 然後我就蓋著馬桶蓋住 我就去睡覺 隔天起來泡泡都消了 然後上面的汙垢 憑空消失了 就不見了 我連刷都不用刷 汙垢就消失了 推薦給你們 好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你們有用過這些東西 不管你是什麼膚質 然後有什麼樣子的正面還是負面的感想 都可以在留言處跟大家分享 反正就是一個討論平台 因為你的評論呢 就是也可以讓大家參考 就是要不要去購買 然後去評估這樣子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點個like 如果在影片留言 掰掰 掰掰